现在有委员提出临时提案一案 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 临时提案 鉴于现任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萧美群女士 内定为下任驻美代表 基于对本会督则外交事务之尊重 原提案请萧美群女士于下会其中 前来本会进行对美工作专案报告并被质询 提案人委员陈以信等人 以上宣读 我们请外交部主管机关看有无意见跟补充说明的 先请外交部来 刚刚你讲现在没有正式好 跟委员会跟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 我想今天刚提的这个案子 因为这个人事部分事实上也没有正式的公布安排 所以我们是建议是不是暂时不要这样做这样的安排 好我们请提案委员陈委员 我想哈 这个各位好啊 那主席 现在哈 人事都在变动 那爆派 你们说刚刚我在问谢次长是不是要去英国 其实都已经爆派 人事作业我相信如果是都已经在进行了 然后这几天这个各种人事有关于驻美的也都已经都讲的这样的一个清楚了 除非今天你们驻美代表没有要换人 除非今天我们看到都是假讯息 否则现在其实只是找借口 这个这个来拖延这样的一个事情 事实上我必须要强调哈 这也不是我们这个没有潜力 我们有很多的潜力哦 驻美代表在这个去或者在那个刚去的时候都会回来做这个说明啊 那美国国会也会进行听证会 美国国会在任命大使到新的国家去都会进行国会听证 这个是这个习以为常 而且是国会尊重国会应该有的一个职权行使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求我们下任的驻美代表 除非你今天告诉你不换人 那我们要求我们下任的驻美代表在驻美之 因为现在正好是什么 正好在共产党要修会了 是因为我们要修会了 所以没有办法叫他说如果要去之前 因为你们现在爆派说7月要去8月要去 那这时候我们还在修会 我们没有办法说让他去之前来 我们才会特别求气是说 好那就下会期中 那你再过来 这个提案没有什么不对耶 这个提案完全按照立法院职权行使耶 除非你今天就不换人 除非你今天换人不是萧美琴 就算你今天换人不是萧美琴也没关系 你下一个驻美代表来跟我们背询 尊重本会在外交上面职权的行使 这没有什么不对吧 所以我说今天这个案子 并不是打消不打消 你们要怎么修文字 可以去修没有问题 但是除非你今天告诉我说 你们驻美代表不换人 或者你们今天驻美代表就不是萧美琴 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来看下任驻美代表是谁 不管是谁 休会期间我们没有办法为了他开会 然后叫他来 但是下 下会期我们要开始 我们请他来 现在来做这个决定 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今天委员会老实说 我们针对外交的事务是有持续性的 没有说我们今天这个会期做的决定 下会就不算 没有说我们这个会期今天省的预算 明年就不算 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这个地方要请外交部再重新考虑 请王定寅王委员 王定寅王委员 今天是下一任基隆市长啊 你要不要去基隆市议会备询 我觉得温玉霞委员很好 可以当乔委会委员长 要不要提个案 叫他来备询 我们是根据职权 针对职务进行监督 用假设听说来提这个案 不觉得好笑 第二个 我们的排案权 我相信国民党委员也有资深的委员 我们一个基本的认知 其实我不敢讲尝试 排案权在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上 是招委的职权 夏慧琪的专案报告 是由夏慧琪的招委排审 我们会提个案去约束夏慧琪 你要排审什么吗 所以基本上这个提案是荒谬又可笑 小美琴如果被发布人事命令 就我国现行的体力 我们不像美国 美国的大使派任之前 参议院确实有听证 我赞成要有 我们是不是先把法律修一下 没有修法之前 立法委员自以为很大 超越法律 因为我叫立法委员 法律没定 我就可以超越法律去说 来来来 我是管外交的 你要让我问一下 哪怕你现在是百姓 哪怕没有人事命令 哪怕根本都还没有这个事情 我就先预定你未来可能怎么样 现在先来给我报告一下 因为我七八月没有会期 可笑嘛 我还可以找个中卫 我认为他将来可能会升将军 要不要先来报告一下 所以基本上这个案 我觉得我们本委员会不要闹立法院的笑话 这个案根本不应该存在 予以撤销 好 谢谢 好 谢谢 请蔡司英委员 好 感谢主席 我想首先就几个部分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 外交部所属的派外的大使 事实上也有许多次 我们在他 请他回国内来做述词跟工作报告 那也经过我们的委员会的主席邀请 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应循往例 到时候看是哪一位就任的相关的大使 不论是驻美或驻日 我们觉得有必要的话 我想到时候再请我们的招伟 下一个会期的招伟 或者是说呃 吕招伟或者是我 我们下礼拜也可以来变更议程 看哪个大使还在的 有在台湾的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邀请他来嘛 我觉得就这样部分来处理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在人事命令还没发布前 基本上立法委员 并没有这一个大使的人事同意权 所以我这个基于我认为最尊重体制的部分 我觉得在还没有人事发布命令前 呃 立法院或者是呃 我们的委员 我们的这个 邀请他来就相关的工作报告 我认为是非常不疑的 但是我们呃 如果想找 小美琴 小咨询委员来 的话 其实可以找别的理由 邀请他来啦 比如说邀请他来 听什么国安议题 专案报告 邀请国安会咨询委员来 他也同意的话 那我倒觉得是 那个部分可能比较符合现状 但如果说因为他有可能是接 呃 驻美大使 然后就邀请他先来做公共报告 认为这预法不合的 更何况命令还没发布 我刚才遇到我们外交部 国会组的组长 我也跟他说 搞不好是你也不一定啊 因为大家都非常优秀 在人事还没有发布前 我想外交部的每个工作 都非常优秀 都有可能会派驻到海外去 所以我觉得就这一个 呃 决议案来讲 第一个违背了 我们立法院的职权行司法 第一个 第二个 呃他也呃 违反了外交部的这样的 相关的组长的权力 当然也违反了下一届 或者本会期 呃 招委的权力 所以我建议这个案子 就予以撤销 因为他就原则上就致死 不符合法律的程序要建 谢谢 好 谢谢 呃我们提案委员要回应 哦 请陈委员 好主席各位委员 我想今天民意党人数的优势 等一下的结果不管是怎么样 我必须要先说 老实说哈 今天哈 刚刚都在锁定说是不是萧美琴 其实今天是因为我们相信 报派是真的啊 我们相信说今天你们的人事安排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才会写萧美琴 老实说 我跟你们修书啦 如果到时候不是他 那我就输你们鸡牌好不好 现在的重点在什么 我们要强调的是国会 这个地方 对于我们这么重要的友邦国家 的驻美代表 他在上任之前 是不是应该要带国会来做说明 今天我们把萧美琴三个字拿掉 没有关系的 我今天不在意这上面 萧美琴三个字 但是我们总有人事的异动 下一任的驻美代表总要上任 在这样上任之前 或者刚上任之初 来到这个地方 来跟我们做说明有什么不对 我们现在 下个委员会 再来呀 所以我们今天表示这个意见 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你们今天真的 不认为是萧美琴 真的认为这是假讯息 那你要不要收NCC 我没有意见 那你今天这个名字 要把萧美琴拿掉也没关系 外交部要改这个文字 我也没意见 你要今天要写说 驻美代表未来下回再来都可以 今天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 宪政惯例说 我们要进行国会听证 但是不代表我们外交委员会自己 要降低 要减少我们自己 在这个责任上面的行使 所以这个其实都做为所当为 然后呢 情所当请 到时候不管是谁担任这个驻美代表 来到这个地方 跟我们说明最重要的对美工作 其实都是应该的 好 好 谢谢 我知道大概大家的意见 可能意见都有不同 那针对本案 既然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现在就来进行举手表决 给 安安 赵伟我有一个程序问题问你 这个表决通过不通过我不晓得 但是如果今天表决通过 那赵伟不排 是赵伟被判藐视国会还是 所以你这个表决是有问题的 我的意思啊 委员上就跟法律程序不合啊 赵伟要什么排什么 个别委员可以提出主张 给赵伟做参考 现在因为提案 这是建请案啦 不是啦 好不好 那如果夏慧琪我连任赵伟 我不排 那我现在不是建前 那不是打我嘴巴吗 就不可以啊 或者夏慧琪如果吕赵伟 你要就任 你要连任赵伟 他已经约 你搞不好你有其他事情 你不排 那做这个决议啊 你排是不排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下一任的赵伟 或赵伟的赵伟 你也可以明天就 便跟议程 随便你要干什么都可以啊 你是赵伟的权利 但我就说 这个是赵伟的权利 所以委员会不能够自己做个决议 叫赵伟要干嘛 不能这样子啊 他可以直接跟赵伟沟通 赵伟你要不要排 你决定 现在这个是建议案 不是已经决议案 所以建议 如果建议大家 本委员会的委员 如果不同意 我们就用表决的方式决定 我建议主席啦 就不处理了啦 比方说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提案人 讲了一句话 把小美琴三个字拿掉也没关系啊 你开地球挂 你把小美琴拿掉之后 我们请下任驻美代表 来这边说明 找谁 我是觉得不要闹笑话 闹到这样子啦 我是不是就不处理了啦 因为第一个 针对一个还没有公布的人令 就请他来说明 我不相信我们现场 有当过议员 有当过什么的人 不会觉得这很可笑 更不要讲 刚才蔡世英委员讲的 赵伟的那个排审权 我相信呂赵伟应该知道 所以我刚才讲 我不用党派讲这个事情 各别要闹笑话 让他去闹 但是我们委员会表决这个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那以后这个例子 以后提大堆这种奇怪怪的案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冲车案啦 我刚才让他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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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主席 那刚才经过这个一些沟通 我想我也收到一些讯息 是说虽然我们现在人事还没有定 虽然老实说我们都觉得这个爆派是真的 我也不认为这个未来不会是他 这个委员会能够这个委员会能够遵循而且未来要贯彻 纵使我们现在国会还没有这个听证权但是我们未来往这个方向去前进那我今天可以同意哦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案子可以策案谢谢 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那这个林体我们就策案休息五分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